台灣蜜藥科發展史 這一次我們請李建宇部長,來針對這次蜜藥科發展史 由他來當我們的主編 特別來針對這一次蜜藥科發展史 部分的不同的規劃跟不同的一些 應該不同的領域 由您來跟我們所有會員來分享一下 是 那因為其實 MinaoCage會從1978年開始成立到現在 其實已經堂堂邁入46年中 其實已經越來越靠近50年 是 那半個世紀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事件 那在半個世紀大家試想 我們在這個職業的初期 大概就是26歲的時候 那事實上在這個MinaoCage雖然說 我們也隔天獨厚 我們的很多的這個手術也好 我們也可以在當這個手部不夠那麼靈活的時候 我們還有非常多的藥物可以協助我們的病人 可是其實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我們的很多的前輩也慢慢在這個 進入到退休期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機會 能夠把我們台灣在這個半個世紀的發展 甚至在這個半個世紀 MinaoCage雖然會成立之前的一些小的古老的歷史 能夠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然後可以把這些發展的軌跡 那也介紹給所有的會員 甚至呢我們鼓勵我們非常多年輕的醫師 在這個領域裡頭繼續在發展 那目前大概我們的初步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它包括很重要 我們的非常多重要的歷任的理事長 秘書長和訪談 其實他們在我們的學會的架構裡頭 都是一時之選 也就是可以帶領我們學會跟所有的會員 一起往前邁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火車頭 那除了他們之外呢 我們也邀請了現在的相當多的 我們MinaoCage的非常多優秀的醫師 他們其實在各個領域都發光發熱 那也希望他們能夠把他們的專業 結合非常多台灣MinaoCage 在各個領域的發展的歷史的軌跡 能夠幫我們做一下註跡 那其實這裡頭都非常重要 因為這麼多年的一個時間 非常多的細節都容易被遺忘 可是他們曾經做過的 他們走過的痕跡 絕對都是大家希望能夠看得到的 那最後一個部分其實還有一些 像我們MinaoCage 有非常多的器材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進化 那非常多的藥物一直研發 而且呢 這些年其實大家都看到MinaoCage 非常多的藥物 只要進到臨床試驗 幾乎每個都成功 這個在MinaoCage 在所有外科系裡頭 MinaoCage真的是得前讀後的一個特殊的專科 所以藉由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這個器械跟這個藥物的發展 我們希望也找到一個軌跡 那這個軌跡其實各位在非常多的演講場合 大概聽過 可是大部分都是全世界 哪個藥物的發展 可是台灣呢 台灣是不是跟國際都完全接軌呢 台灣是不是有它的特殊的一個地方 這個其實如果透過這個資料的整理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台灣人的一些發展的一個模式 這個其實也非常有趣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機會 能夠帶給我們所有的會員 能夠知道 曾經我們台灣走過這一段 TURP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泌尿科的手術 T呢就是精油 那U呢 U就是尿道 所以它就是精尿道 然後R呢就是切除 然後P就是攝護腺 所以簡單講 TURP四個英文單字 就是精尿道 攝護腺切除手術 它主要就是針對攝護腺的一個腫大 阻塞 出血 甚至有些時候是為了診斷一些疾病 來做的一個手術 那也就是說 其實男人喔 在這個年紀慢慢增加之後 攝護腺的肥大 攝護腺的腫大 甚至攝護腺長東西 其實都是難免的 所以攝護腺的這個手術 TURP 事實上是一直都是男人裡頭 非常重要的一個手術 那這個手術其實在內視鏡的發展裡頭 佔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因為跟著這個內視鏡的一個 這個整個的設計 跟它的器械裡面 包括需要做電燒 止血啊 這些器械的一個發展 都有直接的關係 那在台灣當然就是 最早在發展的時候也都跟著美國走 因為美國在這個領域喔 事實上在二次職業大戰之後 它是發展最快的一個國家 那也非常多的這個醫師科學家 投入這方面的研發 那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 我們非常非常覺得 台灣第一次在泌尿科界 連結到國際的一個發展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 非常謝謝李建一部長 再次感謝您對於我們 台灣的泌尿科發展史上面 對我們所有會員所做的一些會員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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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